好车 老朋友们新年好啊 这一期呢是2024年的第一期节目 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Faceway出品的黑盖塔 东西呢 其实啊 赶在二三年年底啊 就已经收到了 而且呢 我还是拜托了TYC Toys的帅阿庄 急速发货 不然打算呢 从北京一回来啊 马上就开整了 结果刚打算写稿子呢 就不小心追起了繁华 我觉得摩托王家外 把这某夹咯 着急我刚生 所以呢 电视剧收关的第二天呢 我就一头扎进了电脑 毕竟盖塔在桌子上啊 已经站了一个多星期了 早来碰上一场了 那其实呢 我脱钢啊 也不能全怪保总和脏学友的偷信啊 只要呢 还是因为这款B色的黑盖塔 和我想象中的出入呢 还是蛮大的 导致呢 我稍微有点吓头 开店的时候呢 我就跟朋友讨论过啊 这个黑盖的定价是不是搞错了 为什么波士都1800多了 这个才1200多 现在看来 感觉1200多给多了 OK 那一起来看一看这款黑盖 到底有多让我五味杂成吧 首先呢 盒子的体积啊 就让我感到一丝危险了 这个大小不用猜都知道啊 里面肯定没几个配件 看看波士的盒子 厚了三分之一 就贵了三分之一 刀法精准 毫不意外啊 全部内容物呢 就这么多了 还本体在内呢 共有五对替换手 其中呢 包括了一对刺拳手 但是呢 没有可动手 常规搭配 一个带铁丝和做就下摆的布置披风件 样子呢 还是蛮厚实的 一个硬质围巾 四甲会有点肉 而且呢 安装的时候啊 会有点头疼 这个一会再说 一对盖塔战俘 除了俘刃有渐变喷涂啊 俘身呢 并没有任何的分色 估计是给大气层烧煤啦 那配件呢 确实啊 少得有点可怜 这里啊 就不得不拉一波CCS了 本来呢 我并不是说很想拿友商来做对比啊 毕竟呢 一个是换色魔改 一个呢 主打还原 赛道不同 但是呢 只看配件的话 CCS呢 确实做到了量大广宝 而且呢玩法多样 唉 亲你们 看看在本体上面 能不能找回一点自信吧 脑度将近24公分 重量呢 约640克 在把玩手感上面呢 对缺乏锻炼的朋友们来说呢 还是会比较友好的 那体型方面呢 虽然说我没有玩过SR超合金和千大爷的黑水桶啊 但是光看外型的话呢 超合金的腰呢 不够水桶 千大爷的头呢 感觉太窄 B色的造型呢 最接近我之前认为的体型还原度最高的Medicom大胶 这可惜后者并不是合金 而且呢 价格也高高的 所以说啊 我个人认为 B色的合金黑盖还原度呢 在我的认知里面呢 还是能够拍得上前几位的 如果说大家认为有更还原的厂商 也请在弹幕里面分享一下 轻面整体偏哑光啊 只有银色和金色部分呢 用的是金属漆 但是呢 光泽感并不是很高 比起阿强的真铁质感呢 还是有点差距的 不过呢 在千元级别产品的涂装来看啊 纵观各大厂商 除了某知名日本财团敢于任性 其他呢 基本上啊也很难挑出什么大的毛病了 那这一支黑盖塔呢 也是不过不是啊 保持了B色一贯的随准 就是银色漆面的边缘呢 能够看得出来 有一点点缩胶的痕迹 然后呢 细节方面啊 我是真的很想吐槽一下啊 从入手 这一款B色的合金成品 到现在啊 但凡涉及到电路的地方呢 B色的处理啊 都非常的简单粗暴 有多粗暴呢 请看 在各大厂商都绞尽脑汁 极尽可能的想要 把穿帮位置等细节啊 做出优化的年代 别说呢 可谓是一股仪石流一般啊 在这方面呢 丝毫不讨好玩家 那玩好听用说呢 就是超级萝卜 要的就是粗管 热血就行了 不要在乎细节 在卡线就是不脚道理道 能接下来想想啊 B哥你家的设计啊 真的可以再用心一点咯 那同样比较狂野的呢 还有他背后的这个 给他闭幕开关 这里往下一抠 杜茜啊 就能够打开了 再按下内藏开关呢 就能够打开光效 我先不吐槽 为什么不给我 给他闭幕的特效奖 但是你这个开关 做的也太不得福了吧 我根本就关不上了 带他的杜茜都漏风了 要想合桑呢 还必须得手动推一下 因为轻面又比较滑哦 要蹭好几下才能够 并不能延迟合缝的合上去 嗯我其实啊 我想猜测呢 就是我可能中奖了 但是根据这个开启的手感来看 应该是结构通病 那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入手了 且没有这个问题 请狠狠打我的脸 说到光效啊 全机用一颗CR1220驱动 好家伙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型号啊 而且不送 电磁搜纳呢 又多了几个可能会放到 没电都不会用的电磁了 亮度呢还是蛮聪明的 就是胸口这里啊 并不是很均匀 能够明显看到漆面的颗粒感 和里面的灯珠 再加上肚起眼的 感觉都能当个表情包了 然后就是头部 有多少小伙伴是被这张霸气的 眼神吸引而下定的呢 OK 食物呢是这样的 嗯 是我中奖了吗 黑色的眼座呢 怎么好像挨了一棒子 眼貌精心的样子 这不是良好市民该有的眼神吧 是我要求太高了吗 看来只能之后啊 把脸拆下来 稍微涂装一下了 围巾的暗装呢 需要先将头盔拿起来 再对着三个钢位堆进去 但是呢我这个围巾啊 刚到手的时候呢 孔巾呢 比起两侧的装柜啊 要短了将近五毫米 那根据材质来看的话呢 感觉应该是塑胶了 只能够用热风向 稍微加热压一下啊 才能够装上去 最后呢就是可动了啊 那讲道理 圆滚滚的超级萝卜可动呢 我是不抱太大的希望的 好在呢不抱希望啊 就不会有失望 头部的二段可动呢 非常的紧实啊 围巾的包裹呢 也没有给这个活动呢 造成干涉 反而遮挡了一些 脖梗穿帮的地方 抬头的角度呢非常不错啊 就是到最高的时候呢 下巴会有点露线 肩膀呢可以小幅度向前聚龙 手臂呢平举最多90度啊 旋转之后可以垂直向上 轴部呢是几轮关节啊 声音清脆有力 把玩舒服 不过呢合轴速度啊就这么多 电阵呢是不可动的 手腕呢是球形关节 非常的紧 紧到官方直接单独提示啊 加热再拔 胸部呢有微微的可动 腰腹部的左右前后摆动 如画面所示 不考虑水桶旋转穿帮的话呢 最多可以拧到半圈到后面啊 但是不能够继续转下去了 大腿根部呢也是几轮关节 手感非常的舒服 前踢啊后踢呢稍微弱了一点 以干涉为极限 大概就是这么多 次体呢就好很多了 能够满足大开脚的姿势 膝盖呢依然是几轮关节 虽然很爽 但是屈膝幅度呢有点小 只有90度 脚踝的阻尼呢非常舒服啊 调整姿势很方便 脚掌呢虽然没有多段可动 但因为整体的重心分配的都还蛮不错 所以呢赞的呢也还算挺稳 四岁黑盖它的人气呢 来源于它在剧中狂野和暴力的设定啊 比起这么多红盖啊 黑盖更能体现龙马阳光少年 好市民的美好品德 但是呢 Faceway的这一款黑盖呢就显得 嗯 差点意思 本体的还原度呢已经到了 把玩起来呢也算丝滑 只可惜啊能够体现黑盖灵魂的冷兵性配件 只有斧头和刺圈 而且呢玩法比较单一 在玩过了友商丰富的搭配之后呢 很难让人不产生对比啊 再加上一些细节的把控不足 我觉得这个1200块呢多少啊有点不太划算 但如果你是黑盖狂热爱好者 中的这个本体的还原度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过一段时间再入手啊 毕竟就目前的品质来看的话呢 做法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同时呢也希望Visa啊在日后的作品呢 要再尊重一下细节上面的处理才行啊 OK 高中烧工 我是车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